一个叫是什么 先生先生 好 先生先生 好 没有反应 急救CPR 失座前的呼唤叫救护车 还有操作的位置 用力的方法等等 老师详细讲解 在由学生实际操作 每一个步骤都正确了 就能获得认证 如果在长大之后 遇到有人翻昏倒 可以有能力去帮助他 如果现在你突然在港云亭 跑一跑然后突然跑 跌倒了 怎么办 跌倒了 流鼻血了 把小朋友可能遇到的意外状况 变成上课内容 孩子们都相当认真的学习 所以你的头应该抬起来 还是抬下去 抬下去 答对了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辞大富小每年一次的 急救认证课程 就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 应变能力 我们一到三年级的小朋友 就让他学会 当他在校园或者家里 发生危险的时候 他要可以怎么样治救 针对四五六年级 有举办CPR的急救认证 虽然小朋友的年纪小 但是他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帮助到别人 出的方法有七个 来 内 外 按部就班 连洗手都不能马虎 帮助别人之前的第一步 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 大爱新闻 红旗邓明仪 花联报导 最近 就算了